《观众生夜圆品》 《观众生夜》 释迦摩尼佛的母亲摩耶夫人恭敬和掌 问地藏菩萨说 地藏菩萨打说 千万世界有的有地狱 有的没有 有的有女人 有的没有 有的有佛法 有的没有 地狱罪报也并非都是一样的 摩耶夫人又问说 地藏菩萨告诉佛母说 在南岩福提所受的罪报 是这样的 若有众生不孝 乃至杀害父母 当跺无间地狱 经过千万亿劫 而无法出离地狱 若有众生出佛身邪 毁谤三宝 不恭敬佛经 亦当跺于无间地狱 经过千万亿劫 仍不能出离地狱 若有众生 亲损僧众常住的地方 破坏僧尼 令使不守戒律 或在寺院自意行淫 或是杀害生命 像这样的人 当跺于无间地狱 而无法出离 若有众生假扮杀门 但心不修横持戒 糟蹋常住的东西 且又欺骗在家人 身意破戒 像这种人 亦当跺于无间地狱 而无法出离 若有众生 偷窃常住的财物 古米 饮食 衣服 乃至遗物 并非经过主人所给予的 这也当跺于无间地狱 仅千万亿劫 而无法出离 地藏菩萨告诉佛母 摩耶夫人说 若有众生 做了如以上五种的罪业 应当跺于无间地狱 要求暂停受苦 就是转念的瞬间 也不可能 摩耶夫人又问 地藏菩萨说 那些地狱 为何名为无间地狱 地藏菩萨说 圣母 所有的地狱 都在大铁围山的里面 其中有十八所大地狱 还有五百所次等的地狱 另外还有千百所 再次一等的地狱 这些地狱的名称 都不一样 说到无间地狱 这个玉城的周围 有八万多里 高一万里 全是用铁造成的 城上全是蒙火制炬 玉城里面 哪个地狱都连在一起 名称各不相同 其中只有一处 叫做无间地狱 这个无间地狱的周围 有一万八千里 墙高一千里 全是用铁造成 城下有火烧到城上 在玉墙上 还有铁蛇铁狗 口吐大火 在墙上专门追逐罪人 令罪人无所逃避 在狱中 有个变满万里的大床 若一个人受罪 可自见身体 变成万里大的 便卧满床 若千万人受罪 也同样能 各见其身 便卧满床 这就是所造的重业 而招惹的果报 还有许多罪人 将受重苦 有千百个夜叉恶鬼 口牙如箭 眼如电光 瘦如铜爪的 拖扯着罪人 又有夜叉拿着大铁挤 抛扯着中罪人的身体 口鼻或腹部 再用铁挤将罪人 抛到空中后 又用铁挤刺接回来 或把罪人 拉到铁床上 有铁鹰 啄着罪人的眼睛 铁舌缠着罪人的颈 身体所有的肢结 都被钉在长钉上 舌头被拔出来 用铁梨耕他 有的肠被抽出来挫斩 有的被滚烫的铜汁 从口灌下 有的被烧红的铁 缠服身体 痛得罪人死去又活来 千万字的反复着 这都是罪人作恶造业 所感召的苦报 这些罪人 虽经过千万亿劫的受苦 仍然不能出离地狱 直到这个世界坏了 再又寄生到 另一个世界受苦 一直这样的辗转相继 这就是无间地狱的罪报 又因这是由五种事业 而感召的 所以叫做无间 没有休息间断 所谓的五种无间 即第一 是日夜都要受罪报 而没有一刻停止 第二 是当一个人受罪 或同与千万人受罪报时 他的身体都便握满床 第三 使刑罚罪人的器具都很齐备 像刺人的叉 打人的棒 咬人的鹰 蛇 狼 犬 都是铁做的 有用来磨罪人的追究 和拒罪人的刀 有穿坐罪人的心肝肺腑 错削罪人的皮 有用大斧头砍罪人的头 再将罪人丢下大铁锅煮 或用铁网来烧烤罪人 有用火热的铁码践踏罪人 再用滚烫的铁枝 浇罪人的身体 虽然饥饿时 令他吞下热铁丸 口渴时 令他饮热铁枝 如此痛苦没有间断 第四 使不分男女老幼贵贱 或天龙神鬼等 若有造罪赶招 都要受此苦报 第五 是在无间地狱 日夜都经过万生万死 连转念瞬间的休息都不能 除非夜暴已受尽 才能逃生 无间地狱 大概就是这样 如果要广泛详细地 说明地狱里的一切 即使一节的时间 也说不完 摩耶夫人听完 地藏菩萨的话 悲叹自己 不能援救那些 受苦的罪人 乃和掌顶礼 退回本位